你三十遍了就变成这样 你怎么保护他 拿我的命 则令我下意交出军队 他培训算个什么东西 高等审判厅的判决他算个屁 既然要撕破脸 那就打 独军 我们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只等独军一声令下 好 独军 咱们的人奉命去收编徐贵军的军队 他们继不配合 好啊 这仗是这个老小子调起来的 我们奉陪到底 老爷 我们不是有意要欺瞒您的 是大小姐她怕您身体吃不消 让我们不要告诉您 不怪你们 我知道 万卿是担心我的身体 难得孩子一片孝心 薛阳哥 少帅 独军派我来协助您配发物资资重 等完毕之后请您尽快返回岳城 副帅这是什么意思 这场仗天使地利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占 为什么非打不可 独军军令 这场营仗必须打赢 副帅 是想打得培训肉痛 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独军正是这个意思 可打仗是要死人的 这么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 就成了谈判的筹码吗 这个少帅就不必管了 独军的军令士 等你把物资自重配发完毕之后 就由属下带着您返回岳城 这里不安全 独军一直挂念着您 父亲这是要我临阵脱逃吗 少帅 这个时候了您就不要再使性子了 我告诉你 要走一起走 要留 一起留 小四 你干嘛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二哥 长羞辱夫这四个字 你做到了 二哥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呀 我以前不是那个需要你保护的小孩了 我可以保护自己 我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所以这次不管我和少君的未来如何 你请让我自己做主好不好呀 二哥 桑鱼 这次裴公子一定会受牵连 你跟着他肯定会受苦啊 他肯定会受牵连 二哥 比起危险 我更害怕离开 我怕这一离开 就是一辈子 你对我妹妹 怎么想的 谭司令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你喜欢他吗 你喜欢他吗 我明白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跟一个 连说喜欢都犹豫不决的男人 我喜欢他 他根本就不知道 培家的水到底有多深 他再成熟也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 你三十鞭子就变成这样 你怎么保护他 拿我的命 我特别不想让他留在北京 但是他因为你 一定要留下来 那我就要看看 这个让他奋不顾身的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他这样 那我最担心的 但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会牵扯到我妹妹 她是我谭悬林唯一的妹妹 我绝对不能让她过这样的日子 如果你想给我妹妹 一个安稳的未来 就必须要改变你和你父亲的关系 改变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我听说 你是保定军校的优等生士吧 肯定研究过很多战力 我教你一招 把你父亲当成一个对手 好好研究一下 你照顾好自己 哥 这是裴家女中的入学申请 我去学校帮你办好了 小四 有几件事 我必须给你交代清楚 第一 说话做事一定要格外谨慎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立马给我拍电报 不能录莽行事 第二 跟那小子相处的时候 注意分寸 不能单独进入他的房间 第三 不许留宿杜军府 我回到上海 马上给你学校打电话 喝茶情况 哥 你怎么跟个老头儿一样 乐里巴塞 小四 既然你选择了他 以后的路绝对不会风平浪静 值不值得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哥要说的是 以后谁要是欺负你 会到哥身边来 有哥在 不会让你受委屈 哥 哥 谢谢你 女朋友 你 小軍 你 很好 initial 开心 没有 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